今天非常非常高興歡迎到鄭導演 鄭友杰導演還有榮榮 然後我們現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想要先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那這一段影片大概是十五分鐘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會有一個像Interview Style 大家好 好開心喔 因為你講中文 這是我第二次來文歌 我還不會是第一次到貴少UBC來跟各位交流 然後好高興那種感覺 就變成很年輕 很青春嘛 我喜歡青春這兩個藍色的春天 好 那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各位同學做這樣的交流 那我也聽說各位同學是對文學或者是對藝術比較有興趣的同學 那剛好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多做一些討論 我再介紹一下一眼之初的主角 張榮榮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個沒有什麼陌生的感覺 因為我跟你們一樣年輕 那 對就是其實真的很開心到這邊 我也覺得大家都非常的友善 那 嘿嘿 很多人都非常好奇那時候會怎麼 開始對快遞這個行業有這樣大的興趣 然後可以就是拍出這麼美心的外表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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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 我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麼樣 不過我是一起進了大學之後 我才 我才 開始去思考就是說 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 然後開始去思考 就是說 我 可以做什麼 那 在那之前就是念書啊 在台灣就是 考連考教考上來 對 那 我進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 我是 我的Major是 Economics 不是 不是 演員 那我是在 大二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就 你知道嗎 就是開始有那種文藝青年的那種事情 然後就會 就跟我朋友啊 就 一起拿著V-8 那時候還沒有V-8 V-8還不普及 拿著V-8起來 然後就 我們來拍獨立製片好不好 然後就 然後就 哇 這樣好酷喔 後來我就想說要再做 要再認真一點 我就想說 畢竟我想要做的是一個講故事 是想要把 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一些感覺傳達出去 那就 那就必須要認真一點 就是要 寫劇品啊 畫分鏡啊 然後等等等等 那之後就開始去 去 找一些 不知道哪一些學校 有練電影器 然後 有電影器我就跑去 他們學校 然後就說 我有幫你們 我有聯繫 然後就 跟他們的學生一起參與製作 然後 就大概了解 就是說 拍電影怎麼拍 然後 然後在七年前 我大二的時候 就拍了第一部 電影 叫 Baby Face 然後 是個男生 想做的 比較沒有興趣 那回過頭去看 會發現一些 新的東西 你會 回過頭去看 會發現 啊 原來那個時候 我在想的東西 是這一些 原來 原來 那個時候的我是 這樣子 那個東西是 已經被拍下來 對不對 就騙不了人 對 你回憶 你可以在你腦袋裡面 沒畫 但是已經被拍出來的 東西就是在那 我先解釋一下 第一個是 嗯 大家會覺得 這是一個大的作品 但是 其實 如果 跟 別的國家 一比較的話 這部片的成本 真的是在別的國家 就是 沒了 差不多一顆鏡頭 就沒了 對 呃 別的就是 別的國家的 低成本電影 大家可以拍四十部 英年製作 對 其實對於 拍電影這件事情來講 是一樣的 就是 我不管可以拍短片 我拍長片 一樣 我就是要面對自己的創作 這態度是一樣的 但比較大的不同的是 人數多了 尤其是演員 我以前沒有一次 處理過那麼多年的 這一次一次處理十個 十個角色 在這副年製作裡面 想要太遂之處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講在 兩國文化之間 然後來幫助 不分認同 那我想問一下導演 是不是對這方面的 S5 我覺得勝出 或是比較想要 幫他一點點 我 我真的是 來溫哥 我好像比較有強烈的感覺 就是說 咦 大家好像對於 我片子裡面的這個認同 文化認同的部分 比較注意 所以這個問題在別的國家 或是在台灣 比較沒有被提到 那 我解釋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我的爸爸是日本華僑 那 所以我在家裡 我跟爸爸去講入文 跟媽媽去講專門 那 我相信各位 有一些可能是在這一邊出生的 那也都會面臨這樣子的 嗯 認同 的這樣子的問題 那 但是 我確實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 我們的狀況都算是很 很幸福的 老實說 不是很幸福 我們至少有ID吧 沒有人 不管是台灣人還是加拿大人 你們至少有一張ID吧 不然你們不會在這裡 但是 有人是沒有ID的 那 而且他們不是到別人的國家 沒有ID 而是回到自己的國家 去拿到ID 那 嗯 他有個最後一個就是 這樣子的一群人 那其實我 對啊 我比較關心的是那個 他們的那個 嗯 慾望 情緒 就是他們要拿回 拿回自己的身分證的 那一個長約的慾望 對 所以 主要是要 要表達人類的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慾望 我對每一部分都是很滿意 我是說真的 那 嗯 因為 你知道嗎 這些年輕的演員 他們 很認真 他們都是 全心在野 他沒有一個人是說把他當工作 有人 呃 他是把他當工作 但是非常認真的在面對這些事情 是把自己的力拿出來再演 不是說 就是我來 然後演一演 理個情緒 這樣子 那 每個人都做到了 他們能夠做的 他們原本能夠做的還要更多 真的 每個人 那 那 我 所以我真的對每一段的演員的演說 都非常滿意 那 我對 我自己 對於劇本的部分 對劇本的這部分 比較滿意的 可能是第二段 以及那個泰北部中後裔的那段 我對什麼第一段 對 那 這個也是因為 嗯 我跟那個 嗯 我解釋一下 就是我跟那個泰北部中後裔的那個 男主角定安 他叫黃建偉 我跟他合作了六年 對 那 我 我 不瞞你說 那個角色是為他量身定作的 所以 當然會 比較突出 然後 我跟這個攝影師 和黃建偉在拍《面之初》以前 有合作過一次 然後那一次我是在演《海水兼兵》 我是跟黃建偉一起演《海水兼兵》 所以 我和他一直是導演和演員的關係 然後 那一次我們變成同樣是演員的關係 我第一次跟他站在同樣的平台 用同樣的角度去看電影這個東西 然後 我們在那一部短片培養的默契 在《面之初》裡面 我又 我又換了一個角色 然後攝影師還是同一個人還是同一個人 那當然我們會 會做出一些 連我們自己都會很訝異的事情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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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